当下老百姓身上背负着五座大山 幸福感是越来越低 何时才能够翻身呢 用数据说话 看事实背后的真相 此视频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利益 认真看完 支持我的 请长按点赞三秒 给个超级点赞 每天为你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中国经历过了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期 让一部分人成为了千万富翁 乃至亿万富翁 但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 那就是财富高度集中在小部分人手里 从而让市场竞争变得是极不公平 其次随着资本作用被无限的放大 老百姓身上的五座大山也只会是越来越沉重 想要翻身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 老百姓身上这五座大山到底有多重呢 千个有用 住房 以及我们在当下这一系列政策的导向之下 何时才能够翻阅这五座大山呢 第一座大山 住房压力 我国的房地产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试点 到2003年开始一路的高速发展 在近40年当中 房地产一共是经历了四个阶段 从房地产试点到非理性炒房 再到稳定协调 再到房价高速的上涨 那截止到今天 房价确实已经涨到了普通人无法承受的地步了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截止到2020年年底 我国住户部门债务余额就已经超过55万亿元 人均负债超过4万元 那中国居民负债率再创新高 另根据数据显示 中国目前有36%的家庭 他们所有的家庭收入都是用来还房贷 近一半以上的家庭 他们家庭当中70%的家庭收入都是用来偿还房贷 总结一句话 那就是房子掏空了大部分家庭的口袋 老百姓辛辛苦苦一辈子到最后却连个窝都住不起 你说老百姓何来的幸福感可言 这是现在压在老百姓身上的第一座大山 也是最沉重的一座大山 第二座大山 教育压力 现在年轻人是不愿意生孩子 这个孩子以后的教育费用庞大是分不开关系的 什么早教班 兴趣班 课外辅导班 外加高中 大学等一系列的费用加在一起 让老百姓真的是生得起养不起 那有人做过一项数据统计 从孩子出生到上大学以后 最低标准都是要花掉31万元 这还不算有些家庭 为了让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发展 使尽全身力气 让孩子出国流血的费用 这样总体算下来 培养一个有知识 有见识的年轻人 一个家庭要花费掉近百万元的财富 有人戏称 这教育费用的庞大 是当下年轻人最好的避孕药 这是压在老百姓身上的第二座大山 第三座大山 就业压力 随着我国内卷化现象是越来越严重 人们的就业压力是空前之大 花钱的地方多也就不多说了 那关键是钱还越来越难赚了 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高达到909万人之多 再创历史新高 2020年应届生就职率就仅为63.7% 这也就是说差不多有40%的大学毕业生 一毕业就面临着失业了 辛辛苦苦花了上百万元培养出来的所谓高材生 那结果却连工作都找不到 你说可笑吗 内卷化现象严重 就业难 赚钱难 这是压在老百姓身上的第三座大山 第四座大山 医疗压力 马云说过 救护车一响 所有的猪都白养 老百姓也经常会说 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并回到解放前 有数据统计 我国的老百姓 每人每年平均看病6.2次 看病次数至频繁 看病费用至昂贵 让当下老百姓是小病不想看 大病看不起 前几天 我听一位网友说 他说自己的责任 就是把养自己的人养老 把自己该养的人养大 那至于自己嘛 那就交给时间听天有命吧 那这句话 说出了当下无数老百姓的心酸和无奈 所以啊 看病难 看病贵 是压在老百姓身上 这底四座大山 第五座大山 养老压力 随着我国进入到了老龄 社会人们未复先老的现象是越来越多 老有所养的问题也是越来越突出 具体表现在三个问题之上 第一个是养老制度的不完善 没有钱去养老 那第二个问题是看病贵 老了以后生病没钱看病 第三个问题是 由于生活压力之大 年轻时不愿意生孩子 那这样等自己老了以后 无人照顾的现象也很普及 老有所养是压在老百姓身上 这第五座大山 以上这五座大山压得老百姓是喘不过气来 幸福感也是越来越低 但是这五座大山又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这并不是坏事 那首先这意味着我国在进步 那因为只有进步一种发展模式 才会被另外一种发展模式所替代 其次只有矛盾突出 问题出来以后 我们才会有一系列的应对政策 那从而推动着社会继续前行 那因为政策始终是在事情发生之后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会离着五座大山是越来越远了 那么我们老百姓到底在什么时候 才能够翻阅以上这五座大山呢 2021年上半年 我国就迎来了反垄断易资本 压房企 砍教育 共同富裕等一系列政策的落地 反垄断易资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抑制资本无限的扩张 从而让市场竞争变得是更加的公平和公正 让穷人多一些机会 压房企就是为了控制房价高速上涨 让老百姓在未来能够住有所居 解决人们住房难的问题 其次 砍教育 限制校外培训机构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站在统一起跑线上 穷人家的孩子通过十年寒窗苦 也能够有出头之日 那再者 医疗改革 养老制度逐步完善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明国家正在大刀阔斧的整改 在刮骨疗伤 那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 在国家政策的大棒之下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五到十年老百姓身上这五座大山将会被移平 那也许你会持怀疑态度 但是我只想说不要怀疑政策的力量 我们看看近期腾讯以及阿里巴巴拿出一千亿助力共同富裕计划后 我们便能够亏之以二 那就是这次政策力度之大 决心之强 史无前例 老百姓的好日子确实尽在咫尺了 那对此你又会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